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951年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起 一面开始实施 一面继续完善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围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 讨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5年7月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 一五计划 较好的处理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 一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同时不放松农业 轻工业 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统筹坚固 全面安排 科学进行工业布局 改变我国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 根据我国国力 积极稳妥确定工业农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 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 既要争取外援 同时又强调自力更生 国家建设应以国内力量为主 这些对于后来我国经济建设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迸发出从未有过的热情 各条战线喜报频传 1953年底 安山钢铁公司大型炸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 1956年 第一辆汽车生产下线 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 第一个机床制造厂建成投产 1957年 武汉长江大桥连通长江南北 川藏 青藏 新藏公路相继通车 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 平均每天有一个开工或竣工 至1957年底 各项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五年间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 新中国迅速从废墟上站起 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冯特内服从废墟上站起 intensive工业 中文制cent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